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就会跟着对了吗 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马上来听我们今天来宾的分享 好 演员陈邦娟 欢迎 嗨 好 我们艺人严永烈 欢迎 嗨 社工李嘉婷 欢迎 嗨 大家好 医药记者 硕青 欢迎 大家好 好 我想先问一下 你觉得做人比做事 真的更重要 包举绿牌好不好 你说没有没有会做事 比较踏实还是比较重要 包举红牌 请 举牌 一试通过 做事不重要吗 我觉得会做事是基本 但是如果说再会做人的话 那就所向无敌 所以大家觉得做人是第一 好 邦君你跟蕾蕾结婚十年了 你有时候会怀疑他对你下降 没错 我之前还跟我的爸妈说就是 我们还有一个哥哥 一个弟弟 不要想我会结婚生小孩 不可能会发生的 至少四十五岁以后再说 然后我也 我妈还带我去算命什么的 然后就说我以后的老婆 一定会是一个圈内人什么的 不可能 不可能 我最讨厌就是圈内人 我不可能跟圈内人结婚 没想到我跟 继续说 雷欣 我跟雷欣交往 就是我雷欣她就是 交往了不到一年 不到一年 她就跟我说 你真的喜欢我的话 然后你真的觉得我们可以在一起走一辈子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考虑生小孩 然后因为我现在年龄也不小了 然后也到可以生小孩的年龄了 然后每一年都是风险 增加风险 对我对小孩都增加风险 她就说 我觉得我是一个会做事的人 用理性分析 她说的很有道 对不对 我就觉得好吧 就结婚了 就生小孩了 所以她会说服你 她很会说服我 然后我的儿子她很爱小动物 很爱兔子 就是想养兔子 不过我知道 家里有两个小孩 再加一个宠物真的不行 对 我就跟老婆说 你不要养兔子 不要养宠物 然后我回到新加坡工作 回来的时候 突然家里就出现了一只兔子 我觉得很离谱 我觉得那时候 其实我蛮生气的 然后我老婆就跟我说 你知道兔子的小动物 对小孩来说多重要吗 就教他们有同理心 爱护小动物 然后你知道我以前是个 我以前我是单亲的 然后我以前爸妈都不在身边 我都是抱着小狗 才过眼 感性跟理性 都被打动 我就说好吧 你说得也没错 之后 兔子都是我在照顾 当初都是这样子 最后都是大人在照顾 是怎么样 我就觉得做人比较重要 这可以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会打动人心的做人比较重要 孩子长大之后 你发现你很多时间 都花在接送小孩 你看小孩现在长大了 所以现在我觉得 我终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结果我一直在台湾 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一个礼拜大概 一个星期 一周大概有五六天 都在接送小孩 不只上下学 还有去才艺班 所以我大概一天都有可能 那个时候有 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都在开车 我觉得是失级 我就觉得我很不喜欢 这样子的生活 我喜欢很轻松过我自己的生活 我就跟我老婆说 可不可以不要 就上那么多才艺课干嘛 我以前只有一个才艺课 然后花很多钱 因为我常健身 然后我都吃很多蛋白质 我蛋白质就慢慢从牛肉 变成了鸡胸肉 我想说很久没有吃牛肉了 他说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都把钱都放在才艺班上课 我就觉得为什么要活得那么辛苦 他就开始跟我说 小孩自己很想学很好学 然后你看我的节奏感那么差 你儿子喜欢学爵士鼓 是不是应该让他去上一下 爵士鼓的课 然后你看这是我们家长 送给他们的礼物 看到他们成长 你也应该觉得很快乐 然后我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 我就开始不爽了 我赚了钱我都没有享受到 他就传照片给我 然后跟我分享说 老师今天说 我的儿子怎么进步了 女儿这边很有才 很有创意什么样的 我会觉得 好吧 我就刺激胸肉 而且就是一切过完之后 我现在还是觉得 我做的选择都是对的 我没有就是觉得很生气 还是不开心 我就觉得我老婆做的决定 都是对的 然后我都心甘情愿 就是做人是不是很重要 是 就是很离谱 老婆算是洗脑洗得蛮成功的 真的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怎么了 好像比如说 有时候是看电视的时候 突然间我手就有这个动作 然后我老婆的腿就在我的腿上 我就在帮她按摩 而且我完全不知觉地发生了 你的事情 这个 这怎么做到的 这我真的不知道 这应该不是吹米的 这应该是下骨了 对 而且常常发生 有时候是脖子 有时候是手臂 可是就是 我会突然间就发现 我怎么会 就是已经在做这个 你平常是一个 会帮女生按摩的人吗 我从来不会 我非常讨厌帮 以前女友按摩 我很讨厌 你以前很讨厌 但你现在不自觉帮按摩 我现在是一个按摩高手 我非常会按摩 老婆我会说 他就会说什么 你按的真的 就是外面的师傅 都按不到这个点 然后就是 就是给老公按 还是就觉得最安全 最舒服 这些应该有用吧 我觉得前一幕的话 我可能真的有 他还在划你 我又觉得 就是按这个东西是快乐的 所以不自觉地就被他 你说下骨吗 下骨了吗 所以如果像以前女朋友 要求你 或者希望你做 你都不可能做 我不可能的 因为其实我有点 以前我有点大男人 我就觉得 小女人比较好 就是都听我的这样 按摩我可以 对 变成都你亲太太的 出来婚总是要还的 真的就是 好 永悦真的 你很有同感 你婚后开始做家事 你也是被下骨吗 我跟他症状 好像有一点点类似 有那么一点点类似 因为我之前 那时候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就当然是坐来爸爸妈妈家 那小时候妈妈 其实帮我们照顾得很好 就是家里所有的家事 一定都是妈妈做 比如说吃完饭好了 我们吃完饭 我们永远都是 从小就这样 就是把碗筷放在桌上 然后人就可以走掉 就是妈妈来收 妈妈去洗碗 那家里的衣服更不用讲了 全部都是妈妈在洗的 你也不用去什么拖地 掃地干嘛的 那后来结婚了 然后跟老婆 就搬出来住了 那前期我也是这样的习惯 因为那个生活模式 是从小养到大 就是这个样子 每天在家就是 好像像大爷一样 我任何家事也都不会做 那当然我有试着想要去做做看 但是每次都会出色 像有一次 因为我从来没用过 漂白水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漂白水 到底要怎么用 然后有一次我的裤子 是白裤子 然后就脏掉了 裤管就脏掉 我想说 那听说漂白水可以漂白 我只要用漂白水 应该就可以把它弄干净了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用 我那时候漂白水 正常人家用 是应该可能一个瓶盖 然后倒在那个洗衣机里面 这样子用吧 我不是 我就拿了一整桶的漂白水 拿了一个脸盆 整罐把它倒到脸盆里面 都全部把它倒完 之后我就把两个裤管 就泡在那个纯漂白水里面 然后我还想说 泡你个一碗 明天再来看 保证干干净净 我就去睡了 隔天早上 就睡觉起来的时候 我就兴高采烈 应该OK了 我就把那裤子拿起来 一拿起来 我跟你讲 变怎样 我的两条裤管 还在漂白水里面 裤裤已经拿起来了 长裤变短裤 因为它那个腐蝕性很强 它整个已经 整个缩掉了 它不是缩成融化的 对 融化 又很像融化它好像 那两条裤管在那很像 很像那个 把卫生纸拿去泡水一样 它已经哭了 你知道 整个融化掉了 对 我就是完全对于这种家事 一点点概念都没有 所以后来我就 算了 我就不要再去洗衣服 我也不要去做这些家事 继续当大爷 可是我觉得我老婆还蛮厉害的 因为我老婆也是属于那种 很会做人的 因为她本身就在银行上 她是做理财的 所以她很会话术 然后 后来有一次 她就回来家里 然后她就给我装可怜 她说 我上班真的好累 然后回来家里 可是我刚刚看到 后面的阳台 那个衣服又对得跟山一样 如果你能帮我洗 那不知道该有多好 她就装得很弱势那样子 你知道 可是我们是巨蟹做的 会有那种想要保护对方那种心态 那不然你教我那个洗衣机 要怎么用好了 那我来试着洗洗看 后来从那一天 她就开始教我洗衣机怎么用 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家里的衣服都是我在洗 从那天之后 从那天之后 家里的衣服对得跟山一样 她也不会洗 都是我在洗 然后而且我每次洗完 那你改变很多 你本来是不愿意洗的人 对 她就那一天装弱而已 为什么你每天都愿意 我跟你讲 因为我每次洗完之后 她只要看到我洗完 她都会 老公 你真的是我的神队友 我就冲着神队友三个字 我每次听到我就觉得好开心 我是神队友 我是神队友 然后就会被她洗脑 就很像我们在养宠物 你知道宠物其实你要教她握手 你不可以打她 你必须要用鼓励的方式 握手握手 然后她做到 就给她一个饲料鼓励她 我就是我老婆的宠物 我早就做了这件事情 她就你是神队友好棒喔 然后我们就对 我是神队友 就被洗脑了 可是我这样听她说 我觉得你怎么会这样啊 然后我发现 我好像也是这样 对 我跟你们脑波都蛮弱的 因为我们男生 我跟你讲 男生基本上就是这种雄性动物 它是有野性的 然后我通常一般的男生 都是吃软不吃硬 你不要来指挥我 或者你不要用高压的方式 来跟我讲话 不要命令我 对 不要命令我 你好生好气地放低姿态 来跟我们讲 我们反而比较会听得进去 好家庭你怎么给男朋友 台阶下很有一套 我真的是超级同意他们 因为我自己是不婚不生 快乐往生的那一派 然后我男朋友就是 他平常在家的时候 绝对不会做家事 因为他妈妈 就把他养得很好 他从小到大 只要负责读书就好了 然后他在家做家事 来被他妈妈骂 说你做那些家事做得很烂 这五分钟就做好了这样 然后他来我们家的时候也是 就是他做一点点事情 我就疯狂地称赞他 比方说他有一次做了一个 把冰箱的菠菜 然后拿去微波十分钟 然后上面再加上印度咖喱 然后看起来这一坨 很像屎一样东西 然后就留在桌上说 宝贝这是给你的 然后我一回家 因为我是社工嘛 我是夜访回家很累 然后看到桌上 有一盘像屎一样东西 我就想说天哪 可是我想说 这是他准备给我的爱 然后我就花了一整天 然后配开水 把这个菠菜 一根一根地吃完他 超级难吃 超级难吃 然后我又看着他说 宝贝谢谢你 你准备的 我很感动 但我们下次可以准备 别的妈 就是努力地放彩虹屁 然后要感谢他的用心 所以我期待他之后 可以像你们这样子 慢慢地变成一个很棒的男人 然后像现在也是 因为他年纪大 我十岁 所以他的 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在床上快乐的时候 但是因为我以前也是经历过 身经百战人 所以我真的要鼓励所有的姐妹 就大家都要身经百战 就我以前还是个小妹子的时候 我可能会觉得 一定是我错 是我太胖了 什么的 可是我现在老娘 已经不是昨日的 那个谁是谁 也是有武林高手 没错 所以我就说 没关系啦 就是那我们休息一下 因为我们有一起 创个Excel档案 那个Excel档案里面 有他喜欢看的片子的 这些列表 所以我们就打开那个Excel 然后就像坏掉电视一样 就拍一拍他就好了 所以在播放影片完 然后又拍一拍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天下的女生 都是很不容易的 OK 好 这一集希望她看到吧 我一定会告诉她 我现在也强烈懷疑 我老婆在我面前是 也是温柔婉约的样子 但是背着我 其實也是在坑朋友 在聊这样 我要去找我老婆的Excel在那裡 Excel 好 你們兩個 這已經是群化派得很好 继续保持下去 進廣告 好 家庭的初恋男友是 这个交友软体上认识的 常常會搞消失 对 他那时候在交友软体上滑到他的时候 就觉得他人看起来很有演员 然后约出去的时候聊天也是聊得很顺 所以我们后来蛮快就在一起 然后约会的时候 他也就会开车 然后载我去他家 然后看一下 确定这个人至少不是什么奇怪的人 然后也有个正当的职业 他的职业是一个飞机杂志的编辑 然后他自己创业的这样 然后做很多飞机相关的商品 然后他是说他创业很忙 所以他会常常需要去工作 不能回我讯息这样 然后天后也觉得很合理 创业很忙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后来有一天我在划 那Instagram的时候 发现他的照片跟另外一个女生 然后就是脸贴脸一起在海边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Hashtag 写Double dating这样 然后我看到我就说 What the **** 就是你这么忙的创业 然后创业去别人的 就一起出去玩这样 然后你知道我身为一个社工 我们很重视人际关系跟连结 所以我就立刻去思绪那个女生说 嗨 你好 请问你是那个某某某的女朋友吗 她说对啊 我是 请问你是 然后我就说我也是她女朋友 然后为了证明 我不是什么来路不明的人 我还只有把那时候 我考试的社工士和歌证书 就是贴给她说 我在哪里哪里上班 然后我是一个真的存在的人 我不是什么奇怪的人这样 然后我跟她自我介绍的时候 我们就互相核对 发现原来那台她开车出去 载我兜风的那台车 也是那个女生的 然后那一栋房子也是那个女生的 那个女生找我大概三四个月 跟她一起交往 她是一个新加坡人 不是新加坡人 她是马来西亚的那个马来西亚人 对 然后她家里面是富商 她爸很有钱 然后就把她女儿送来台湾读书 所以就买这些给她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 哇 就是身为一个社工 要怎么样才可以合法地报复 然后不会损及我们身为一个社工的尊严 你开始进行缜密的计划 对 然后但是又可以弄死她呢 所以那时候就发挥了我们社工的技能 我们社工其中有个技能 叫做夹系图 就是当你在跟我讲你的故事的时候 我会把它记得超级清楚 所以我就把我前男友那时候 跟我讲的所有资料 在脑中比对一下 发现她曾经跟我说过 她妈妈是什么职业的 然后我就搜索了一下 然后就像一个侦探一样 找出她妈妈工作地点 然后还有她妈妈的上班的地方 然后我就带着我的社工师 去敲本 然后就叮咚 然后请问谁谁谁在吗 她说 你好 我这是 我说 阿姨你好 我是你儿子的女朋友 她说 你姓黄 我知道你 我说 我不姓黄 我姓李 这真是个问题这样 然后我就跟她妈讲了一切 就是她儿子 怎样在外面劈腿的一些原委 然后把她妈带到他们家巷口的 那个便利商店下面的闪下 我就跟她妈妈坐在那边 她妈妈以为我要继续跟她骂她儿子 但殊不知我已经跟正宫套好了 结果我知道那一天她会去 那一天我前男友会去她妈妈的公司 所以正宫就带着我的前男友 一起走过来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就是我前男友那时候 看着我的那个表情 我现在就算事隔多年 回想起来 还是觉得非常的爽快 特工还是特工 偶尔偶尔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 便利商店外面的餐桌 就四个人坐在那里 就是她妈妈 然后她还有我跟几个正宫 黄小姐 对 黄小姐 我们这四个坐在那边 那她妈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说 好 现在你要选谁 我想说 喂 谁要给你选的 接着她的前男友开始 怪她妈妈说 都是因为这个家里 没有给我温暖 所以我才要出去外面 这样子交很多个女朋友 然后我就是 那她妈妈就在替自己辩护说 哪有 你从小想学什么 我们都学什么给你啊 我现在社工辅导开始介入 我们就看到一个 家族治疗的现场这样子 那因为那是第一次谈恋爱 所以我就觉得 原本还很想试图去挽回 或者是去争取一些什么 但是看着一个母子护怪的那个动力 就觉得 哎呦 这样好烂的 我也不想要 所以我就直接死了这条心这样 然后后来话题稍微减缓一下之后 她妈妈可能想说 好了吧 然后这时候就问她妈妈说 所以阿姨 你打算怎么处理你孙子的事情 然后这个正宫就惊了一下 因为正宫原本没有打算要告诉她妈妈 还有她她怀孕的事情 她打算跟我就是偷偷地去把她肚子里面 小孩拿掉这样子 然后正宫好成这样了 正宫就是对 我们就是已经变成一个姐妹 我觉得男人是流水的 那个姐妹是铁打的 所以女人永远要跟女人站在一起这样 但总之在那个餐桌摊开来之后 她妈妈也觉得她儿子年纪这么小 也不适合当一个爸爸 所以社工又出来 就查好附近的妇产科 然后她爸爸开车 然后全家人我们这样一车 然后一起载那个正宫 去把小孩拿掉这样子 然后后续我们其实还有联络 就是我有跟那个男生说 你如果没有照顾好她 因为小产之后 其实还是要进补那些的 你如果没有照顾好她 我就弄死你 那那个男生说好之类的 然后还是会持续 后续追踪她们的情况 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状况 实在是太奇怪 因为她对那个女生好 我内心毕竟我也曾经 跟她有感情 我也会觉得难过 那女生也觉得跟我讲 她过得很幸福 也是怪怪的 所以我们后来就约定好 这件事情就先结束 我们就没有再联络这样子 但是自从发生这件事情之后 就对自己非常有自信 我知道如果我的男人背叛我 的话我可以弄死他 就是用社工的方法弄死他 OK 最近也超强自信心 不要惹你 社工真的很强 因为我觉得刚刚 永烈问了一句话说 你到底是特工还是社工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社工 真的要做工作 有时候跟特工是差不多 他们要解决问题 有时候非常的复杂 一要能看出问题 二要能解决问题 三要能找到资源 把资源整合之后 帮助这些人 真的把他的困境解除 所以他本来就是多功能取向的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之前有过社工 他说有一天上工的时候 就接他一通电话 电话来的是一个 像是一个很年轻的妈妈 他的电话内容就是 好 我跟你讲 反正我小孩子就不要了 我就去死了好了 就挂掉了 完蛋了 对方是一个有自杀意图的人 现在他身边还有一个小孩子 不知道几岁 那这样子该怎么办 你要开始找人 那他谁呢 好 所以他第一个人 要先打电话 他说因为那时候很菜 他就想说先找警察 然后跟警察说这个状况 然后两个还要跟警察 开始讨论 怎么样找出这个女的来 所以开始用那个手机 想说有没有办法 他刚才抖来的手机 用定位的方式找到他 于是然后还要开始分析说 这个人会打到我们这边 有没有可能之前曾经来求助过 或曾经接触过我们 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相关的 高风险家庭的名单或干嘛 他开始偷撕剥剪 好不容易再趁他做 他其实已经做了 但是至少还来得救 所以后来就是他已经划刀了 对 但是他就说 那个时候那女生就说 他觉得自己很难过 因为那个孩子还是目睹了 妈妈做这件事的这一幕 当然命有救回来 孩子也没受伤 但是他觉得说 心里面 他心里还是觉得慢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真的 有时候就是面对 这么复杂的状况 然后必须很短时间找出这个方法 以前还有社工说 他有时候真的是做那种 家庭暴力防治的 然后有时候去 你以为人家是客客气气 让你进家门吗 他说没有 有但是要十字工是拿到 你知道吗 所以真的 他都看过他遇过十字工的 因为都整个整台电风扇 挤锅了 对啊 所以真的他们是 必须要随时掌握状况 决定逃命方向 以及怎么样处理这个后续 以及怎么样把这个小孩带离开 所以他能够完全 这个任务完全能够理解 真的 原来社工就是特工 失禁了 对 永烈你婚前是非常担心 婆媳问题的 那婚后呢 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 因为 其实因为在结婚之前 然后有听到就是周遭朋友很多 就是老婆跟这个自己的妈妈 那个婆媳大站 或是站到就是 家里没有一刻宁静的 所以那时候当时我还蛮担心这件事情的 但很幸运的是说 因为我跟我老婆 虽然是交往时间还蛮长的 那时候我们交往了八年之后 之后我们才结婚 然后这八年期间 我老婆已经把我妈妈 安打得很好很好 对 我老婆在我结婚之前 她跟我妈两个就像朋友一样 这感情非常要好 他们会一直自己相约 去外面玩的那一种 然后这八年期间我有两年 因为我在北京工作 其实我人不在台湾 但是我老婆她会记得就是我家 我爸爸的生日 妈妈的生日 甚至我弟跟我妹的生日 她都会记住 然后只要是到她 我家人生日的时候 她就会到我家 帮我的家人过生日 所以我妈对她其实很信任 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她就把她当作是自己的女儿 结完婚之后 虽然我们搬出去住了 然后但我们其实住的还算蛮近的 其实是在隔壁社区而已 那其实还是有点像是住在一起 所以我妈跟我老婆 那感情的联系 其实比我还要更亲密 因为有时候 我妈在家的时候很无聊 然后她会打电话来我家 就说那我等一下去你们家 坐一下 我说好 你要过来就过来 但那个景怡在吗 结我老婆名字 我说没有 她出去了 好 那我不去了 拜拜 对 因为我老婆在 她才会过来 对 我老婆才会跟她 就是跟她谈心就对了 而且他们聊 有些聊的事情 是已经到很私密的 感觉应该是 感觉应该是跟儿子聊的 比方说 有时候我老婆会回来家里 就说 我跟你讲 妈妈她说她已经把那个遗产 都已经分配好了 就是因为我老婆她本身要做理财的 所以她知道我妈 有多少的遗产 应该是财产 财产 财产 对 财产 财产 然后我妈都会一无一时交代她 然后我妈有多少钱 几乎都存在我老婆那一边 然后她就会跟我讲说 妈妈她说她都已经分配好 这个是人走的时候办葬礼的 然后北部的房子要怎么分配 然后乡下还有几块地 什么什么的 这个都要到时候到走之后 要怎么分配干嘛的 我想说 我妈有这些资产 我怎么都不知道 而且我妈也从来没跟我讲过这些事情 怎么都是跟我老婆讲 我都是透过我老婆才知道 这些事情的 所以很信任她 对 有时候妈妈 我妈就会跟她讲很多的秘密 你知道吗 她们聊天 聊到最后就是 甚至我老婆会跟我讲说 我跟妳讲 妈妈 昨天说她跟爸爸 在那个房事上面 有点不顺 我就 真的 好游戏喔 我爸跟我妈这个事情 我就不讲了 对... 就不要讲给我听这样子 感情很好耶 对 她们感情很好 有时候我 比如说因为我常常跑外景嘛 有时候在外面跑了一个礼拜 好不容易回到家 回到家之后 我老婆就跟我讲说 你回来了 明天我跟妈妈去哪边去 去住温泉 温泉饭店 这三天就你自己顾小孩 我就我才刚回来而已 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婆媳 就自己会去外面玩啊 什么的这样子 然后我就一个人要 在家顾小孩这样子 有时候想起来就觉得 好像我是被入罪进来是不是 其实你不是亲生的 会有那种感觉 其实蛮甜蜜 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 感情这么好 对... 这个还蛮信心的 你们结婚十五年 没有大吵过 其实加上在一起二十几年 我们交往八年 然后结婚 现在已经十五年的 所以在一起的时间 已经二十三年了 我跟她跟我老婆 从来没有吵过架 没有吵过架 我跟别人讲 别人都说怎么可能... 有住在一起吗 有啦...有住在一起 有存在吗 有...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 吵架的定音是怎样 如果说就是要破口大骂 什么时候我们是真的没有 我们顶多会有点小怯气 就会心里有点不舒服 可是一不舒服 我们两个是很理性的那种 就会好 那就坐下来 那刚刚是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就刚刚怎样... 讲完之后就好了 就没事了 我们最多的吵架就是 这个样子 OK 那你们两个都很 很愿意沟通 很能沟通的人 很...蛮愿意沟通的 然后最主要是我老婆 因为她讲话很温柔的那一种 她就是讲话很软很软那种 那其实我说真的 我个性其实也... 尤其以前年轻的时候 会比较硬一点 我很受不了人家 突然对我大小声 我也会反击回去那一种 那可是好死不死 我老婆是讲话永远都是 轻声细语的那一种 对 那所以你要吵 其实好像也很难 吵得起来 有时候我跟她 她讲话那么温柔 你讲话大声好像你在欺负她 对 因为有时候我跟她相处 我反而觉得我会比较像是女孩子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上面 然后遇到了什么不愉快 或者就是想要... 就觉得好像是 自己是不是遇到小人了 你就回来想要抱怨一下 跟老婆关起房门 然后有时候会跟她抱怨说 我跟你讲 那个谁谁谁 我怎么样... 干嘛... 但是我老婆永远都会用一种 很能量的方式跟你讲话 她说 可是可是你觉得她有问题之前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反思自己 是不是自己会有点问题 有时候措施在我们身上 什么的 对 她就会 听到这些应该更生气 对 但是用很温柔的一种 态度跟你讲 所以以前我都会 好 那我应该要反思自己一下 你好乖喔 你就开始反思自己 他其实被催眠得更严重 可是有时候日子久了 我就觉得不对啊 你是嫁给了你们宗教的宗师 就对了 我很多朋友跟我老婆相处过 她就真的觉得她很像那种 宗教的那种宗教领袖 对 后来我问过我老婆 因为我跟她在一起二十几年 我没有听过她讲过任何一句 别人的坏话 一句都没有 我就问我老婆说 为什么你从来 我没有听过你讲过别人的坏话 她说她也没有听过她爸妈 讲过任何一句的坏话 而且她爸妈是感情很好 到了六十几岁 七十几岁那时候 她的爸妈都还是手牵手 她是一起洗澡的那一种 对 真的从小的家教很好 对 家教 家教真的是有差 所以温柔是一个很棒的力量 你这个要打棉花糖是没有用的 她就这样软绵绵的 先进广告 好 邦君是这个选秀节目的冠军 但是你工作却曾经连续低潮十年 对 其实我觉得十年很久 真的很久 所以我以前在新加坡有一个选秀节目 叫做《才华横一出新秀》 就是在新加坡最大的选秀节目 选演员的 然后李明顺 明顺大哥 他也是那个比赛的冠军 就很多届 所以其实通常你赢了 这个节目很有实力的 对 所以赢了那个比赛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是觉得 搞定了 搞定了 要红了 对 红了 然后卡到位了 然后接下来一定会很顺利 第一部戏真的就是男主 因为赢了那个大比赛 男主 然后那部戏之后 突然没戏了 就变成难配了 然后之后戏也越来越少 然后角色也越来越少 我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我也觉得我对演戏 我11岁开始 我就已经很认真地在专演演戏 可是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我的戏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 有点着急了 我就觉得 因为我那个时候 做一下是合约制的 所以两年的合约 如果你的戏不够的话 你的合约就被斩掉 你就没有得当演员 那我就觉得不能这样子 我就去找以前我的朋友 一些导演 监制 就跟他们说 你们有没有什么 演戏 演戏 可以找我 我可以来试镜什么的 然后有一部戏就找我来试镜 这样 我的经纪人就跟我说 不行 你不要去试镜 他们已经选好人了 然后他们只是凑人数 你去那边 而且你最近这样子 一直到处去求工作 其实很难看 你已经是一个艺人了 你要就是这样子 可是我没办法停下去 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找到这个 争取 结果我真的争取到那个工作了 不过 我跟我的经纪人 从那开始就有点决裂 他觉得不听话 对 他觉得我不听话 然后之后 就算是接了那部戏 后来的发展也 就是一直不是很好 然后我一直不知道 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一直到十年之后 我觉得我才有一个 领悟 我发现就是 我做事确实没有问题 我真的很认真的 在演戏这一方面 可是我真的不会做人 我不懂得人情世故 比如说好像在片场 因为以前我也是读电影系的 那我到片场的时候 不是每个导演都是好导演 那有一些导演可能就是 我会觉得他的处理方式 太幼稚了 不好 我就不想要用 他可能会要求我 用这个表演方式 我会觉得好笨 我幼稚 我没有办法做到 那我就 他叫我重来 我就重来 不过我还是用 我一样的方式重来 他生气 他跟我说再来一次 我还是用同样的方式 他叫我做十次 我就用十次 一模一样的方式 让他没有办法得到 他想要得到的东西 所以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一直去 很硬地一直这样子下去 然后后来我觉得 其实我可以混到今天 也是个奇迹 真的 是个奇迹 但是我觉得坚持还是坚持 表演还是做好 其他的东西 要学这世界的运作 真的没办法 真的 OK 好 让这个硬实力很重要 这个软性的环境也很重要 还有很多需要学习 这方面真的很难 永烈你曾经不眠不休的工作 但是升职的却不是你 你也很失望 对啊 我记得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网路游戏很盛行 所以那时候各家电视台 都会做一种 就是都会做电玩节目 那时候老板就觉得说 那我们应该也要开一个 电玩节目 但是那时候没有人会做 于是他就从 那个电视台的网路部门 调了一个网路部门的主管 来当这个节目的制作人 然后我就是他旗下的企划 然后我在下面 就只有一个公读生 所以整个团队只有三个人而已 但是制作人是没有做过节目的 唯一会做节目就是我而已 但那时候我也很在 也不是那么厉害 那能怎么办 我们就只好硬着干 就开始硬着做这样子 我那时候最高纪录好像 我记得三个月 我没有放过半天假 然后那时候这样 撑撑撑了三个月之后 有一天我就在 我从那个剪接室出来尿起 然后我就跑去厕所尿尿 尿到一半我就觉得 怎么有水滴下来 我以为天花板漏水 我就伸手一伸 才发现 是我已经在流鼻血了 太累了 对 那时候已经太累了 然后可能骑到十字路口 红灯 你看到红灯 然后 瞇一下 就在路口瞇 然后你是瞇到就是 后面有气声那 你就会惊醒 然后再骑到下一个路口 然后就像一路这样 一直到公司 然后这样的日子 我大概撑了差不多一年 天啊 一年 然后 幸运的是 我们虽然撑了一年 但是那个节目 其实有做出成绩出来 那个 那个节目其实 当时收视率还算不错 但是大家不会知道 是你的功劳 因为是幕后 因为我们上面 还有一位制作人 大家都不知道 那位制作人 其实他们每天 在公司的任务就是 我今天又买了什么样的咖啡豆 永远就在办公室 开始在那边手冲咖啡 那磨咖啡豆 然后我印象中 他很喜欢看棒球 所以每天就是在 他自己的座位上面 打开电脑 然后在那边看棒球 棒球赛 因为他也不会做剪 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帮忙 所以他每天就做这些事情 制作人不知道要怎么帮忙 对 然后永远最忙的 就是我跟我们家的那个 公读生 公读生两个人这样子而已 对 那可是因为 他跟上面的长官的关系 真的是非常要好 就是好麻烦的那一种 然后后来到一年之后 因为电视台的策略 他们不想要再养制作单位 不想要养人 所以他那时候的做法 是想要把节目外包出去 给别人 对 然后所以 当时我跟我另外一个公读生 我们就这样被资钱了 天啊 那我们想到那制作人 因为节目你们两个做 其实是最低成本的 对 我们就被资钱 然后我们想到那制作人 怎么办 不好意思 他高升 他变监制 因为他到时候 因为他变成监制之后 他就可以监督 接下来给外包的 外包的那个制作单位了 所以他就高升了 对啊 这种案例其实在 我觉得 在我们这行 我其实我看过蛮多的 对 因为做牛做马 人家不知道 对啊 你没有在做人 你这也是经营公司 你也发现人际关系处理 是最重要的 对 因为那时候 还年轻的时候 我就常常陪着 我当时我们制作公司的老板 常常到处去应酬 然后去应酬的话 每天 我说真的 就是喝酒 然后聊天 没在台什么正经事情 就是跟那些 可能电视台长官 唱片公司的长官 管控公司的老板 什么 这就是 每天出来就是喝酒聊天 就拉拢那个 人际关系 这样子而已 但那时候我都常想说 每天都只是出来 喝酒干嘛的 好像就是 这样真的有用吗 我跟你讲 真的有用 有时候 我跟同事去 去电视台提案 或者是去唱片公司提案 你会发现也有人来提案 人家的企划书是 这么厚一点 但我们准备就是 三四张这样子而已 这样会过吗 这样会过吗 我跟你讲 我们就是会过 因为我们的老板 跟他们老板关系就是好 案子就是会给我们 对 已经内定了 对 那时候大家就会知道 可是那时候 因为维持这样的人际关系 其实真的很累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是喝到凌晨 差不多四点多吧 回到家 回到家之后 我就开始上厕所 尿急 我才尿到一半而已 我突然眼前一片黑 然后突然 我就砰的一声 我整个就躺在地上了 就有点那种晕倒的感觉 我就砰 就躺在地上 然后那时候 我还有点意识 我想说糟糕 我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突然我听到 我可以听到我自己的心跳 已经快要不跳了 然后我全身的毛细红 很刺痛 很痛很痛 我当下一个念头想说 完了 我要走了 然后我想我这么年轻 我就要走了 后来又一个念头 又把我救回来了 那个念头就是 如果我这样走的话很糗 因为我裤子还没有拉上来 下半身还是光的 但是被他发现 我下半身光溜溜的城市 就是在自己家厕所 这不是很糗吗 这个新闻不好看 后来有这个念头之后 我就很强烈感受到 我的心跳 又开始 就跳回来了 但是从那晚之后我就吓到 我就觉得人生不可以这样过 因为要维持这样子的 人际关系 每天就是这样子一夜升歌 然后每天这样喝酒 这样子真的不行 我后来不到一个月之后 我就离开那家公司了 那直到现在开公司了 我觉得这个人际关系 还是非常重要 但是不会再像以前 那么的疯狂了 做事很辛苦 做人其实也很累 这两个中间 要怎么得到平衡 我一直在观察职场这些人 那些说自己只会做事 不会做人的人 他们常常只看到自己的好 还有自己花了多少的力 可是我发现真的很成功的 会做事也会做人的那些人 他们除了看到自己的 他们看到别人的好 而且他们很懂得就是 把自己的好 放到那个人需要的地方去 我觉得所以 其实除非 如果说有一家公司 真的烂到这个人 只要会做人 什么事都不会做 他也能到很棒的位置 那家公司 大概也不会很久 可是通常就是 你要去一个很棒的地方 你要比的就是这一点 就像你太太一样 他知道要怎么用你 他才是好老板 对 说一句实在话 像你的老板 他能够鞭策你做 从湖中生友 生出一个节目来 他以后当监制也可以 把外包工资 让他生出一个节目来 以前最有名的 其实就是一个 大家记不记得Tom Sawyer Tom 利贤记 对不对 有一个人 他怎么样 他就是明明他那个图围墙 就是他的工作 可是他把它变成 好像游戏的好不得了 你们有没有想图的 用一颗苹果才能换 才能换得这个工作 于是你看他在旁边吃苹果 可是有那么多人帮他工作 做得很好 他做什么 他就知道说 我用什么样的方法 让这些人来帮我做事 我一样的 他们不是向上管理 而是他们知道 上面的这个人 他真的也有厉害的地方 他可以到那里 而我要怎么样 让我的事情做到好到刚好 是他需要的地方 再棒的公司 还是要有能见度 你怎么样 让别人看到你的好 靠的就是做人 OK 因为所有的事情计划完成 都是一个团体战 所以有将军 有元帅 有这个小兵都有 所以怎么样大家可以密切合作 就是做事跟做人一样都很重要 我们先进广告 好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家庭你觉得发生了一件事 你觉得非常的遗憾 我去年十月的时候 我去韩国的游民机构参访 因为我们就想知道 韩国游民到底服务得怎么样 这样 然后我们就在他车站的时候 发现 他墙上有一个布告栏 那个布告栏上面 有一个名字 是台湾人的 然后我们就问那边的社工说 这个是台湾人吗 他说对 然后我们就想说 为什么会有台湾人流浪 在韩国的首尾车站 我们就拜托那边的社工 带我们去拜访他 那我们继续跟他讲中文的时候 我们就说嗨阿贝 然后你是台湾人吗 结果他听到我们讲中文的时候 他口音就是他非常的惊喜 然后就是脸上很惊讶 他平常都不太讲话 可是他跟我们讲是你好 像这样子 然后旁边的那些社工都很感动 因为他们平常在韩国的时候 没有听过他讲几句话这样 那我们就很想知道 为什么他会在那里 原来他是三十几年前的时候 被韩国的教会从台湾带去韩国 然后他在韩国就开始卖炸酱面 可是因为餐厅的 他就是像打黑工那样子 那他体力不好的时候 他后面就是直接流浪街头 他一直很想回台湾 因为他有一个子女这样 那我们那时候听到 我们一群社工去访谈嘛 我们就说那阿贝 你有没有你的台湾的身份证字号 或者是你子女的身份证字号或名字 然后这个阿贝说他忘记了 然后他没有身上没有任何证件 那我们想说天啊 这个太难了 因为我们就只有阿贝的名字 那那个阿贝就说他的梦想 就是他希望在二零二四年的时候 他要回来找他的子女 他亲口跟他们说一句 I love you这样 他说我们就问他说那你要怎么找 他就说他每个礼拜呢 都会有一些他不认识的朋友来街头上 请他吃饭 然后会帮他打电话给他台湾的子女这样 然后那时候听我就觉得太像诈骗了 因为连我们社工都找不到 那你那个朋友 他怎么找得到你的子女 所以我那时候在一直觉得这个是诈骗 可是那个是阿贝生活中 仅有的最后的一丝希望 因为他讲得很开心 他说他的子女没有结婚啊 都是那通电话 让他知道这些 如果我们直接戳破说 那很可能是假的 我就觉得他可能不会有什么 生活的动力这样 他就说他二零二四年的时候 他要来台湾 结果我们就请那个艺术家 帮我们再持续跟阿贝联络 然后如果更多资讯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帮忙找他的家人 结果一月一号的时候 二零二四年一月一号的时候 韩国这边就传来讯息说 这个阿贝过世了 过世在帐篷里面 那很多韩国的NGO 跟他附近的游民 都一起过去悼念他 他们在他的帐篷上面 放了一张他的照片 然后让大家就是可以去瞻仰他 然后可以去怀念他这样子 他们也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那我一直都在想着 他还没有见到他的子女 他还没有跟他亲口说一句 I love you 所以我们也想请就是 如果电视机的朋友 就是你的爸爸妈妈 或者你的爸爸 然后有去韩国的 然后他叫王祖良的 请你跟我们联系 因为我们就很想要亲口 告诉他的子女 就是他一直很想告诉他的一句 因为我爱你这样子 好 王祖良先生 对 希望他的家人或子女 可以跟你们联络 对 好 永烈 你曾经在朋友的公司工作 但你是处处被刁难的 那时候应该也是二十几岁吧 那时候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 女生朋友 同样也是在电视圈的幕后工作 这样子 后来我这个女生的朋友就说 不然你那家电视台 待遇比较没有那么好 你不然来我们这家电视台 他的待遇会比较好一点 那时候我就想说好 不然就跳槽嘛 那我刚好分配的那个部门 的直属长官 刚好是他的男朋友 然后是同志的男朋友 因为我那朋友他们是同志 对 两个都是女生 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跟我那个女生朋友 关系真的太好了 我们常常就是中午吃饭什么 也都是会一起去吃饭 连要去摸雨 也会两个自己 两个偷偷去摸 可是说实在 被互惠了喔 对 可是因为我知道 因为他们是同志 对 我跟他是不可能的 他对他对我也没有感觉 而且当时我自己有女朋友 我们纯粹就是真的是感情好 这样子而已 有一次那个公司宣布 就是有那个风声出来 就说公司好像准备 要帮大家加薪了这样子 然后大家都很期待 哇 公司要帮大家加薪了这样子 后来等了好久 奇怪 怎么都没有加 然后后来是我们同天的 有一个导演他看不下去的 他有一天他把我拖到角落 他偷偷跟我讲说 永烈 我真的看不下去 我得跟你讲 其实整个节目部 所有人都有加薪 就只有你一个人没加 为什么 为什么我就我没加 他说在 因为我们的那个直属长官 在网上面就是报千层 就是要加薪的名单 然后整个听的人 全部都写上去的 就唯独我的名字没有写上去 然后我们的导演 还有问了制作人说 永烈你没有把它写上去 然后他竟然还讲说 他不用了 没关系 那就送上去了 所以全部人都加薪 唯独我一个没有加而已 对 然后这个就很明显 就完全是在针对我 对 针对你 我甚至还私底下 跑去问我们制作人 我想听说有加薪 那怎么好像我 我没有被夹到干嘛的 他就很多的话术 他就说你也知道 公司有公司的政策什么的 对 那个人有名额的 没办法 就只要牺牲你什么的 一直能鼻子摸一摸这样子 但是大家都看得出来 就是他因为他女朋友的关系 跟我太要好 所以从中一直在 就是在弄你就对了 后来隔没几年 他就跟这个我直属长官 他们就分手了 他后面陆陆续去 也交了很多同志圈的朋友 我都认识 然后大家关系都很好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的朋友 前几年他结婚了 然后也是同志 就是同志跟同志结婚这样子 然后我也去参加他的婚礼这样子 然后我才刚一到那婚礼现场 收礼金的那一个人 就是我的直属长官 他是收礼金的 他那关系怎么还那么要好 奇怪了 然后我又进去 那个婚礼现场招待 是他分手 跟这个我直属长官分手之后 再交的另外一位男朋友 然后你 你是招待 然后现在结婚 就是他现任的男友这样子 其实他们其实是很 很和谐的你知道吗 奇怪了 那为什么要对我这么 这么有敌意 我到现在还是搞不太懂 对啊 我觉得我们就处在一个 很复杂的人际网路当中 做人做事真的都很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做事是必要的 但是刚刚也提醒大家说 其实我们自己在默默做事的时候 要多多看旁边的人事物 那个SPA LIVE不要只招在自己身上 多多关心身边人在干嘛 好好做事 好好做人 你的生活会更加的轻松 工作更顺利 婚姻会更美满 两位这个被催眠得非常快乐 继续幸福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感谢观看